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谢谢 我们这个公司主要是从事电力系统信息软件的开发 那么公司当时是在2014年以前2007年创办的 当时创办初衷实际上也挺简单 那就是我在公司混不下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在学校里的毕业以后呢 那我14年换了6个工作 主要是在这些Vendor EMS Vendor 还有这个电力系统应用软件的Vendor 大概西门子机 ABB我都走了 走完了以后呢 我发现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那但是信不甘情不愿 我觉得自己应该不像公司里混得那么惨 所以说呢 在2007年呢 我就下海了 下海的目的呢 也是想证明一下自己 倒也不是说想做什么发财的梦 主要是觉得自己在公司里都混得挺窝囊的 所以说呢 我在2007年出来自己做 当时出来做什么呢 也不是特别清楚 就是总觉得自己的 我的行业主要是做这个电力系统信息方面管理啊 信息交换啊 所以一出来做了嘛 主要是做这个consulting工作 那么在这个consulting工作中呢 一方面能够维持生机 另一方面呢 就开始观察 发觉 就觉得这个电力系统 应用软件方面有很多缺陷 或者说有很多机会 那么那时候呢 我就开始做一些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开发过程中呢 主要是开源 那就是一分钱不收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 做了三年 三年呢 开源软件做完了以后呢 你基本上是一分钱没有挣到 但是呢 最大的好处是你培养了一大批用户 这个不管是在欧洲 还是在北美 都有一大批用户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给自己呢 在这个行业里创造了一定的信率 所以说呢 后来这个软件呢 我们就正式的商业化 商业化以后呢 就然后呢 就去申请这个 这个美国能源部的基金 也得到了政府的 那么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呢 也得到了我这些用户的帮忙 他们给我写了很strong的这个support Left of support 很有幸的是呢 我们得到了这批研究基金 同时呢 我们在欧洲呢 也有非常有幸的呢 去中了一标 那么这种了一标呢 也非常借鉴于 登利于我们这些用户 就是我这些开源工具的用户的支持 所以说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 我们是这么start起来的 start起来以后呢 那么这几年 也做了十几年了 也做了14年了 14年呢 我们现在这个软件呢 主要是用来 电力公司时间进行数据交换 应该来说 这个软件算是还是比较成功的 目前呢 有80多个用户 80多个用户主要是大的电力公司 和大的一些RTO 和一些电力协调公司 我觉得算不上特别成功 就我个人的经历算不上 整个这个创业经历算不上特别的成功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价值 因为最大的价值就是发掘了自我 感觉自己还是有能的 只是在公司里面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所以说我的创业的过程 应该来说也是一个自我价值的挖掘过程 非常有利益 所以说呢今天如果能有机会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就简单介绍 好的谢谢朱总 我觉得您这里面提到的就是 也是创业公司很多 他们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最开始我们怎么去激览客户 我觉得您的这个模式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模式 就是最开始一个开源的软件去培养用户 之后一方面有这些软用户的支持 在您进行商业化的时候就会 怎么说呢就会遇到的障碍更小 不会开始的时候不会发愁 没有人会用这个软件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借鉴 借鉴的一个方式 下面我们请李总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的公司主要是做什么的 您当初为什么会创立这样一个公司 好呀我们就随便聊聊吧 我本人从那个简历里面也贴出来了 刚刚郭博士也介绍了 我本人实际上是学医的 本科是在河南郑州赌的 后来去了上海医科大学 这个现在是负担的一部分 就公共卫生学院 这个学的是独立学 职业卫生 读博士的时候和丹麦奥护兹大学 联合培养 也非常非常就是说lucky吧 毕业的当年来就拿到了 那个福布莱特 那个Young Investigator来美国了 一直到了05年 我才知道Falbright Scholar 这个还是蛮prestigious的一个 一个scholar系统 一个scholar的东西 所以后来那个时候 94年后来美国的时候 带着太太和儿子 那时候在北京办签证 那时候要十块钱买个小凳子 一大早去排队 人家有个老先生就问我 能签准吗 我说不知道 先生签订了去美国怎么办 我跟人家说 我说车到三线比有路 但是进去了以后 那美国的签订 就问我一句话 你知道不知道 你去美国干两年 必须回到中国 我说我知道呀 我准备回来的 他就巴巴巴一就开 就敲了张 就这胡理胡多就来了美国了 那是94年的事情 后来来了以后发现 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直 说话老得罪人 反正来美国以后 我这个性格反而很适应 就是这个实验室 当时 因为在丹麦待过一段时间 丹麦我那个老板 每天早上 他是个妇产科医生 他每天早上呢 五点钟就上班 我为了配合他呢 我也五点钟上班 来了美国了 我这个导师的这个mentor 他更厉害 他四点半上班 他骑自行车三点半要从家走 他每天如此 那就四点半上班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西方这个发达呀 都是干出来的 只要你有目标 你好好干就行了 我发现我挺适合这个文化 这个环境的 然后96年的时候就决定 留在美国 后来为了拿绿卡了 就离开了国家实验室 去大学里边 在废城 就这个 就这个 快进一下 到了 到了后来 到了99年 到了加州EPA 当时 我是在大学里边 已经有个 1 million dollar的一个project在做 咱们做电力行业都知道 电线那个包了一层缩料 那层缩料里边 40%是缩划剂 杀了一次 那么杀了一次 有20多种 有6种是有毒的 很毒的 包括今天用的电线里边 实际上还有两三种 还是有毒的 我认为了 也应当败 也应当face out 后来在EPA干了以后 以政府工作 我在大学 尤其David's也有一个 Joint Appointment 但不做研究了 就是后来全世界这个 就哪一年 99年 2008年 2009年 全世界开始办 就禁用缩划剂 那个事情是从加州做起 California做起 Scientific那一方面 是我在领 我在主导吧 Law呢 没有Legal那一方面的 加州先做完 Federal 跟了加州 然后全世界 那件事情 做完了以后 我就在反思这个 做环保这个东西 是马后炮 这个世界 你真的要做清洁的话 真的要Sustainable的话 还得是去发现 Clean Technology 那么呢 也是很Lucky 有这么个机会 有人呢 需要NAMI技术 就愿意赞助我 100万美元 就成立了实验室 和UC Davis的教授们 就成立了实验室 做NAMI Nano Material 然后UC Davis呢 在NAMI技术 在北美还是比较领先的 教授一大堆 那么就成立实验室 NAMI材料做完了 后来他们说 那你得给我NAMI材料 得做到应用啊 我说我一个学医的 我做到这一步 已经差不多了 他们说那你不能跳船呀 所以我就糊里糊涂 就上了船了 上了船做什么呢 就这个东西 你看着像电池 它这个超级电容器 电力系统都知道电容器 这个是超级电容器 它是介于 capacity和battery之间 能够快速的秒级的存电放电 然后呢 和电池相比的 它这个每升啊 每公斤存的电太少 那这个技术呢 就今天这个技术呢 Give yourself a room呢 就是一个 如果你这个存电放电 这个时间 不超过三分钟 你一个系统运行时间 按15年算 功率的话 你不用考虑 它的功率特别大 就是说 这个来power 就是watt kwatt 它是完全 基本上都满足 这种需要的 它一公斤是 十千瓦的 电池是一公斤 也一千瓦嘛 十倍 只要你是 时间不超过三分钟 它就是最有优势 在所有的电话 要出能力 最有优势 那个 所以这个 D.E.T.E.T.K. 然后呢 14年我回到中国 建了个工厂 在长治 山西省长治市 现在的已经批量生产了 那么由于pandemic来 我20年 1月份回来 然后就一直拿不到 中国签证 所以一直就在美国 在这一边 这个 这就是我的这个 的经历吧 给大家坦诚的 这个分享一下 后边我们再听听 各位老总的介绍 谢谢 好谢谢李总 我觉得李总的经历 也是我们这边 比较特殊的 因为本来不是 从事的电力行业 但是因为在做 自己行业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 用自己敏锐的 独到的眼光发现 如果想搞环保的话 所从事的 只是一个 像您说的马后炮 然后从源头上 来搞Clean Energy 才会更有发展前途 及时的转变了 自己的方向 有了自己创业的 第一桶金 我觉得大家 这也是大家 应该学习的 在从事自己的 日常工作的时候 可能也应该 更有一个拓展的 延伸的思维 去发现 有哪些商机 有哪些可以 深入挖掘的点 下面我们请陆总 来分享一下 先做一个 对我们公司的 简单的介绍吧 就是我们是在 2015年的时候 跟几个朋友 一起 创建的这个公司 公司还很小 但是我们有 因为在美国的 这些团队的成员 大家都 主要还是 work from home 所以大家都分布 在不同的州 然后我们在中国 也有一个团队 主要人员在成都 公司的主要的 方向呢 是 为有这个 分布式资源的系统 提供规划和 能量管理的工具 这种系统呢 比如说包括 这种 智能的台区啊 国内叫智能台区 然后还有包括 光伏 储能 这样一些系统的 新的 5G的基站系统 对能量要求比较高 我们也会采用 一些智能化的 储能系统 那么同时 我们也会 这个 这些分布式资源 系统的聚合 然后把这些 分布式资源系统呢 接入到 电力市场里面去 那我们的主要的产品呢 就是这样一个 我们叫DR EPIC系列 EPIC 这四个字母呢 是这四个产品的 每个产品的首字母 Evaluator 是一个 规划软件 它是用来 为我们 在建 比如说 一个 工商业储能系统的时候 根据 系统的 复合 电价 还有可能 具有的 光 输出 来找一个 最佳的 储能的 功率和容量的配置 DRIOC 是控制器上的 优化软件 那么这两个产品 结合在一起呢 为我们的 比如说 分布式资源的 场站 提供 现场的控制 做一下 本地的优化 DRCloud 是我们的一个 云端的聚合平台 那么它 它会把 我们的边缘控制器 送过来的数据 进行聚合 然后和电力市场 进行对接 那么同时 另外一边呢 把电力市场的 需求和指令 下发给我们 厂正的边缘控制器 那么这个产品的应用呢 我们目前主要有 两大场景吧 一个场景是在 智能的配网系统里面 那么这是我们 其中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边缘控制器呢 会控制台距离的电压控制器 也会控制 这个溃线上所接的电池 还有光复系统 那么未来呢 还会再介入 用户的一些充电装设备 那么另外一边呢 这个控制器呢 会和电网的控制中心 进行连接 那么有电网的需求 或者是 Feeder 本身的一些数据呢 会反馈给电网 另外一个场景的应用呢 是在 光伏加储廊加充电桩 尤其是 涉及到有序充电 还有V2G呢 这样一些 新的智能的充电控制的 一些场景里 那么我们会通过 我们的 这个边缘控制器 把这些充电装 储能光复 这些设备连接起来 然后呢 把这些数据呢 上传给我们的 DR Cloud 这样一个聚合系统 通过聚合系统呢 再把数据 跟电网公司的 需求响应平台 进行交互 那么通过这个需求 响应平台的连接 电网的 Control Center 还有这个Market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实现 分布式资源 能够参与电网的 巧控 为电网 不管是整合 可在性能源 还是 降低电网的调控成本 做出相应的贡献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一个 在配网 智能配网系统 应用的一个 智能控制器的界面 那么里面有 光伏设备 储能设备 还有控制 亏限 到底接在哪一个 变压器上的 这样一些 符合切换开关 还有电压 控制器 那么这个是一个 厂战能源管理系统 它主要的应用是 光伏 储能 还有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 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当初创建公司的时候呢 跟这几位朋友 大家主要的动机呢 还是 希望我们能够把 在以前做研究的时候 在实验室也好 在大学也好 能够 做出来的这些成果 转化成 电力系统 或者是工业界 真正 创造生产力的一些 使用的技术 那么我们主要是 我们发现在实验室的时候呢 是我们所 开发的一些技术 如果 通过 比如说跟工业界 这种IP的交换 这种方式去做的话呢 会有很多困难 比如说最开始的 公司之间的 这种 沟通的困难 那么 公司之间的 这种 legal的issue解决之后呢 还会有技术上的 转让 技术上的转让呢 还要涉及到 比如说这个 在实验室 开发出来的技术 如何在现有的 工业产品中 去应用 那么这个 还要和 这种 接受转让公司的 工程技术人员一起 去解决 这个integration的问题 那么通常的技术 还有一些 实用化的 一个过程 那么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 会比较漫长 障碍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 想探索一下 那么是不是我们 自己开发这个技术呢 通过自己的团队 来进行产品化 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 这就是我们 创建这个公司的初衷 好的 谢谢陆总的分享 那么我本身也是做一些research project相关的工作 也是有所体会 确实自己在 比如说做一些 DOE项目上面 开始了一些比较好的项目 但是因为后面没有一些 持续资金的一些注入 还有一些 技术转化到实用性的一些问题 没办法把它很好的发扬光大 那么如果大家有类似的工作经验 觉得自己比较好的工具 自己进行创办公司 把自己的工具发扬光大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式 下面我们讨论下一个话题 也是我自己觉得非常疑问的 我觉得很多人也都有这样的疑问 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创办公司的时候 需要有哪些paperwork 尤其是在北美 大家可能都不是很熟悉 创办一个公司 到底需要怎么样的paperwork 是不是需要一些从业许可 资质 启动资金从哪里来 主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希望各位前辈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这次就先从 还是先从朱总开始吧 好的 其实在北美创立一个公司 你说paperwork其实是很简单的 因为不像中国 不像在中国 如果你需要什么多少的启动资金 你一分钱都不需要 就可以成立一个公司 那成立公司的过程中呢 你有几种选择 那么你要这是要 make一些smart decision 比较常见的就是所谓的 limit liability company 叫LLC 那么但是作为LLC的时候 你在选择的过程中呢 它有 LLC它本身呢 并不是一个tax entity 所以你就要选择到底你是以于作为s corporate 还是solo 所谓的solo就是我们国内讲的个体部 那么 我的建议是你应该选择s corporate 这样的话为你的未来呢 又就是比较比较方便 你其他的paperwork都很简单 但每个州都不一样 因为你注册公司 实际上你在州里注册公司的 那么你每个州都不完全一样 但是呢 总体来讲 在北美注册一个公司 也就是这么两三天的事情 非常简单 并不需要很复杂的手机 那么最重要的是你的所谓的启动资金 这个恐怕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启动资金 那么很多人想法 你是不是要去寻找一些venture capital 我的感觉这条路很难走 所谓的VC这种公司的话 它是 它是雪中 它不会给你雪中送炭 它是锦上添花 它是等你做到有一定的苗头出来 它才开始往里面扎钱 你如果单纯靠你的什么business plan 你去向他申请这种基金的话 那几乎是不可能 除非你有很好的一个路子 就是说关系 这个VC这个行业非常注重一个关系 对我们来讲的话 从我个人经历来讲的话 我的起步最重要的 我是觉得 我是从consulting开始 先把自己 就是basic给support起来 support起来以后呢 我们寻找的一条路是去寻找research grant 这个research 在白美的话 它有就是美国政府和各个州都有各种各样的research grant 很多grant 那么我们最初呢 就是去申请这个政府的这种基金 但是不成功 因为为什么你在申请的过程中 你单纯靠写 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我们后来申请两次都给打回来了 打回来以后我们就研究为什么会失败了 失败了后来发现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大部分的review的人都觉得你写的东西很好 可是你没有一个实锤的证据 就是说你你这一行能做起来 你需要一些很strong的support endorsement 所以后来呢我们继续这个教训 就是专门就去找这些我们的这些用户啊 那就去跟他们谈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去造反了很多这种电力公司啊 或者RTO啊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我们帮你做这个 可是他们都说我没钱 我说不需要你出去 你所需要出的是一个letter of support 你给我一个endorsement 我去搞钱 那么非常高兴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得到了许多我们中国同行的帮助 他们呢也帮助我去写了这些letter of support 同时呢也去联 有的时候他并不在这个位置写这个letter of support 他就帮我去联系他的VP啊director 就给到我们这种非常strong的support 好第三次我去申请这个grind的时候呢 我就拿了十份letter of support 这个各个公司的各个大的电力公司 有的是VP有的是director有的是manager 拿了这十份letter of support呢 我就去申请这个援助基金了 这一次就非常顺利 一上来人家给你十五万 十五万其实没什么 拿了很快就花掉 花掉以后再去申请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不但是拿了letter of support 我还拿到我们这些产品的这些证 就是说软件已经卖出去 这些evidence去申请这些grind 那第二次呢又给了一百万 那这一百万就很管用了 就让我有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呢 去开始做原发 那完了以后呢 又一般来说他给两期他就不给了 但是我们后来呢又给了费 就是我们这个软件做的比较成功 很多用户已经就是用户群已经起来了 并且呢得到工业界非常非常strong的这个support 后来能源部又给了第三期 又给了一百万 所以总共给了两百一十五万 同时呢我们在欧洲呢 给一个欧盟的一个机构 也申请他们的基金 他们同时也给了两百万的欧币 所以总共呢我们拿到大概有七七八万 大概有哈佛五百万 五百万的元旧基金 拿到这五百万的元旧基金呢 我就基本上就是花了十年的时间 基本上我们这个团体就花了十年的时间 就是十年某一件啊 真正是花了十年的某一件 才把这个产品真是推向了这个工业界 真是得到了这个许可 所以说从我个人创业的经历过程中来看 我觉得就是你要尚于发起机会 就是哪一条路能走得通 我们实际上也跟这些venture capital 做了很多联系 我们甚至发了大概有两百多分的这种信 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 现在这些venture capital整天来找我 烦死人了整天来找 他是为什么 他是看着有苗头了 他往里面扎钱了 就是说所谓的锦商添花 他是愿意出钱的 雪中送炭没有的事情 这个呢就是我个人就是感觉到 你怎么样start起来 气氛你要个人感觉到 发觉到你自己哪条路最适合预理 同时呢你要不断的想 不断的思考 不断的寻求一些新的路 那么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做了很多 我们总共我们很小的团体 搞了五个产品出来 这个五个产品呢 很大部分原因是也在于 不断的不断的探索 比如说有的有的情况下 我们是做了一个小的project 在做这个project呢 我发现给他们做了一个solution 但这个software事实际上 我觉得非常就把它generalize generalize以后呢 然后再去给卖给别的用途 所以这样的过程中呢 你就不断搞出一些新的产品出来 所以说整个这个创业过程 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探索过程 就是说你在发掘自己的能力 同时你要不断去挖掘新的机会 新的成果 好 我去简单说这些 好 谢谢朱总 我自己比较surprise 是其实这个创办公司的 paperwork比较简单 但是从朱总的描述当中 我觉得确实是我们 在有创业想法的时候 都要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径 比如说朱总的公司 就是从这个research grant 逐步的出发越做越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有自己的 比较过硬的产品 这样才能把 这才是公司的一个发展的 核心竞争力 才能把公司给做好 那我们下面请李总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创办公司主要的一些流程 需要的一些从业许可 自己启动资金的来源 这些话题 时间关系 我就简单的讲几个 几个要点吧 你心动了想创业 第一个问题的问自己 你有什么 就是你的本钱是什么 你有技术 你也是以这个技术 是达到哪一个程度 是只是有一个想法 哪些是实实在在 你能控制的 我个人的感觉到 这一辈子过来 上学的时候 是最容易出来没钱 然后上班了也相对简单 只要一天早就晚我 我就干活 我干好了 我就拿钱了 对不对 后来到了创建了公司了以后 发展技术的时候 相对也容易 我只要努力 我只要think out of the box 所有solution就行了 但到最后你的公司是要赚钱的 所以你一定要想想我有什么 我拿什么东西来启动 先别想别人 我有钱 我有想法 我有技术 我是software和hardware 这个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要做失败了 我怎么办 我失败了以后 就是说这个事情我要失败了 我自己的家还有没有 我自己的生命 我自己的家 我太太 孩子 我的亲人 我的社会 我的朋友 你能承受多少 这两个东西想清楚了 再想想不想创业 这是第一个 提到了关于素质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第一个东西 只要参加公司的paperwork 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去你的state里边 去那个sos secretary of state里边 他都给你出的各种各样的paperwork 我在davis 十美元一个表格就成了 也不要adress 随便自己加adress 什么都行了 这是一个 迪洛雅个 那个诸总提到了 这个scop ccop llc 回头看的话 所有的lawyer 所有的东西都建议 你是incorporated in davis 这是个法律问题 为什么去davis 是很多那种法律问题 高丽方亚也有很多公司 这是这里边的事情 你都可以去做的 就是这一家公司的这个paperwork 这些技术的问题来 相对来都是简单的 如果这里面有加州的想成立公司了 有具体来的话 很lawyer来这个来 这个协助一下 实际上是很简单 比做soft我也要简单多了 我就这么多 好的 谢谢李总 非常诙谐幽默的分享 也是告诉我们 在开始创业之前 要先衡量好自己的这个 到底自己有什么样的竞争力 是不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承受能力 一定要三四二后行 也感谢李总 offer 如果大家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提供一定的 开办公司的帮助 下面我们请陆总来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 开办公司的主要流程的一些想法 好的 刚才 朱总 李总也讲过了 其实在美国 建公司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过程 去州的Secretary的网站上去注册就可以了 会遇到一些公司类型的选择 这个自己考虑好 刚才朱总也讲过了 这个注册的过程结束之后呢 其实还要处理呢 比如说 就是要payroll对吧 然后还有公司的报税的问题 那么在我就是可能一些 会遇到的一些 这个 legal的paperwork要处理 我觉得在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呢 有很多工作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完成 包括 你找CPA 找这个 注册会计师去处理公司的财务方面的实现 还有报税 那么还有处理这个公司发放 找这个payroll 还有找甚至legal service 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上 找到一些 专业的服务公司 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 因为它是一个互联网的这个share的一个 共享服务的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成本也不高 所以我觉得在 在美国呢 这些服务 跟公司相关的服务呢 这个产业链相当的发达 所以建公司 从过程上 还有从建公司以后要处理的一些 财务 还有 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尤其在最开始比较小的时候 所以这一方面的门槛 所以大家如果想自己创业的话 这方面不应该有什么忽略 那么 讲到公司 最开始的 创业从哪里来 这个我们 我们的 自己的经历呢 跟朱总又不太一样 我们最开始的几个朋友呢 都是来自 国家实验室 我们是来自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 那个时候呢 在实验室 其实已经有一种 DOE呢 那时候就开始有一种 鼓励实验室的工程师 去把实验室开发的技术 进行产业化 甚至进行 甚至通过创业这种方式 进行产业化的一种 倾向 那么 但是我们 其实创建公司呢 比DOE 有组织的去做这个事情 还稍微早了一点 但是当时实验室 还是比较支持 那么我们从实验室 离开以后呢 实际上 第一个项目 就仍然是 在实验室的时候 跟当时的一个 北美最大的一个电力公司 签订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延伸 所以 实验室的支持 还有原先在实验室的时候的一些 合作伙伴 还有客户的支持 对我们公司的启动 起到非常重要的 那后来呢 我们 也曾经探索过 就跟朱总说的一样 曾经探索过 是不是去找一些 这个 Venture Capital 去支持我们 进行的产品开发 确实是 比较困难 而且 通常他们的要求会比较高 所以后来 一直到现在 我们目前还是在 通过跟电力公司 进行项目合作的方式 在 在推动产品的开发 那么后边的一段时间的发展 尤其是我们做的这个 比如说分布式资源的管理 不管是应用在储能方面也好 还是应用在电动汽车充电 在厂债方面也好 大家如果了解这方面的 市场或者是发展状态的话 可能可以感受到 这是一个 处在一个起飞前沿的一个方向 那么 短时间内 就会有很多的 大大小小的公司竞争对手 会进入到这个产业里面来 那么我们在这个方向上 大概比很多 大大小小的公司 早做了几年 两三年的时间 那么 我们是不是还能够保持在这方面 在算法上 还有在产品成熟的一些优势 这个确实是我们在仔细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么 如果我们要保持这些优势的话 要继续快速的发展 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队伍 那就需要更多的资金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就要求我们去 必须引入其他的资源 来 壮大我们自己 来推动产品的成熟化和市场的拓展 所以现在这个 这个时候呢 也是我们开始认真考虑 Venture Capital的时候 好 谢谢陆总的分享 那么陆总提到了 就是 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的资源 可以比如说有些报税的服务 Legal Service这些 其实在大家 创立公司的初期资金比较有限的时候 都是可以考虑的 另外陆总 对 陆总也是提到 需要在公司的发展过程当中 要壮大自己的队伍 这样就引出了我们下面一个想要讨论的问题 因为创办公司不再是 只有一个光杆司令 肯定是不work的 需要大家的一个团队的teamwork 大家分工合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方向 那么下面一个我想讨论的话题就是 如何考虑公司的组织架构 人员配置 在招募人员的时候 组建合适的团队的时候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考量 我这次就不一个一个cue了 就是大家谁想说的话 就可以说一下 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先开个头吧 好软语 团队这个问题是个fluid 刚刚是创建的时候 经常是就是光杆司令 因为你没钱呀 你什么都是 你就是集团军 你别指望这个 当老板不当老板 最大的打工业 创业最大的区别 就是说you are everybody 所以说这个人员的配置 在创业的初期 实际上只要谁愿意帮你干 你就用感恩的心态 去请了就行了 但是你今天真的 如果有资金了 你要去谈了 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 到今天我都没做好 另外是我最大的战略的事物 一定有三匹马 这三匹马第一个人得懂技术 第一个人一定是能懂市场 能搞钱 第一个人一定要懂市场 一定是懂市场 这个资源来 第三个人一定是搞钱的 没有这三个人公司很难做 尤其是hardware 简直是美国人认为 投资hardware的话 是叫做 charitable investment 朱总提到我VC 我刚刚是创业的 为什么去中国 说实在话 我当时想在美国干 但那个人就告诉我 你要是想搞到这个资金的话 你需要3F 叫做Family, Friends, Foli 只有那三种人才永远 愿意投资你这创业工作 这就是资金的困难 所以说这个团队的建设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别想那么多 就想到我有拭目 我谁都不靠 我自己干 我能干到哪一步 我能拿到钱 或者是谁愿意给你支通道合 大家就一起干 人是蚂蚁这个 我得体会 好 我来补充一下 我觉得你总讲得非常好 就是他讲的几方面的 需要的这方面的素质 从我个人经历来讲的话 我觉得 就是我补充一个 就是说 第一个你要有技术 不错 你要有市场 开拓能力 你要挪会搞钱 这方面技术 我都很信 这方面我有技术 我会搞市场 我会搞钱 但是呢 我最失败的一点 就是我的团队管理经验 不错 那么这方面的话 应该来说 是我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怎么样把团队 建立起来 那么我当初的想法呢 就是说 等我到了的时候 我也有种想法 传到 就是所谓的人道 人道河边传透自然之 这话怎么讲 忘了 那么 其实呢 这个想法是错的 你呢 团队的建设 实际上 当你 你必须要提前开始 就是说 你必须 在你公司 真正进行 商业化的阶段以前 你就必须把这个团队 建立起来 并且这个团队 一定要有一个人 非常懂得 怎么样做operation 这个operation呢 不管是跟顾客 他还能把这个 整个这个团队 把他转起来 需要有这么样的一个 talent 才行 那很遗憾的是呢 我能搞钱 我能搞技术 我能搞市场 但是我就是 把人搞不住 以至于呢 我这个团队呢 那么从 一直都没有 真正式的建立好起来 这从很大部分 也阻止了 我整个公司的发展 说实话 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个 基本上是 十个项目来了 我们只能接一个项目 只有这种capacity 很大一部分 也就是我没有把这个团队 真正的建立起来 那么在建立的过程中呢 这个跟个人的个性 非常有关系 其实我这个人呢 是心智比较急 那么实际上 并不适合于管理人 跟我在一起工作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就是感觉到 在你底下做非常stressful 非常有这种 有这种 就是非常 感觉到很stress 那么实际上 正确的做法呢 实际上在我这个公司 进入商业化以前 我就应该把这个 公司的运转 交给一位 能够懂得operation 的人去做 很遗憾的是 我在这个整个工作过程中 没有找到这么一个 非常适合的自己的一个partner 这也很大一部分解释了 我的公司虽然产品很成功 可是公司的规模 已经没有搞起来 那么从我个人感觉的经历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团队的建设 就是千万不能忽略 就是说 不错 最初你肯定就是一个观感司令 可是一旦你有钱以后 你这是你的number one的priority 就是一方面 你就要横利安一下自己 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去做operation 去做整个这个公司的运行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你就一定要去选择一个partner 去上一座这方面的工作 那如果你不做到这种 等你公司真正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时候你也是回天无数的感觉 所以我呢 现在就属于这种 我们公司就属于这种状态 一方面我们的request 就是我们的这个demand很大 另一方面的话 一直都没有把一个团队 真正的建立起来 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 我不能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好 我就说这点 好的 谢谢朱总 那陆总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不同于李总和朱总的 这些建议 那我特别 让我resonant 李总的一个说法就是 也需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这个团队里边 那么这样才确实能够支撑 这个团队的成长 和公司的发展 因为我自己的体会呢 是因为我们当初确实是几个朋友 一起开始的 那么尽管大家都是工程师出身 或者说技术出身 但是毕竟每个人的特点 性格特点 还有原先的方向都不太一样 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互补作用 尤其是这里边 大家都知道在电力系统呢 它是本身一个 对新技术不是那么敏感的一个行业 而且由于电力系统 分地方 治理 这种垄断 天然的垄断特点 市场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开拓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困难 技术呢 最开始大家一起 自己呢 需要去跟这些公司 跟电力公司一块去 去沟通去发掘 会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困难 那么就是 还是靠大家能够相互帮助 我们才能够 中间过了很多勾勾看看 而且呢 是团队 我们最开始 主要的三个人 然后大家能够 在发现 比如说我们有什么 公司有什么不足 或者需要做的地方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不需要大家商量 大家自己觉得自己能做的 就去补上 所以 这个志同道合的团队 这个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 确实是 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否则 我觉得 我自己一个人是肯定做不下来的 好的 谢谢三位嘉宾的分享 那么这个团队的话 在这个创业的不同时期 确实考量不一样 在初期的时候 因为各方面资源都比较有限 就像李总提到的 只要有人帮忙 就要很感恩 很appreciate 但是在一旦公司 进入一定的规模之后 也是通过朱总的这个经验教训 告诉我们这个建立 一个合适的团队 是非常重要的 要在进入商业化之前 找到适合这个operation的人 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更适合搞技术 有些人更适合搞管理 为了一个公司的长远的发展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公司的leader的话 就是要充分激发大家的一个潜能 让大家都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这也是一个 知人选人用人的一个重要性 下面的话 想请各位嘉宾谈一下 作为通过自己的经历 觉得作为创业人 需要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素质 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创业的一个经历 那我就说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个人的素质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 一些common的这些东西 我就不说了 比如说你要work hard 你要这个visionary 这些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我个人很 就是很benefit from it 就是你要脾后 这话呢 讲起来比较通俗一点 就是说你要不要那么shy 因为老中有一个common的 一个problem 就是说都比较 这也是中美文化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联系一个人 联系一个人呢 去跟用户打交道 去销售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产品 那电力行业它门槛很高 电力行业是这么一个 就是说你进去很难 但是你进去以后 你出来还不容易 因为电力用户 他一旦用了你的产品 用熟了你的产品 他就对你非常lawyer 我们85个用户就走了一个 我们总共就走了一个用户 这么多年来 所以说他的门槛很高 但是你一旦进去了以后 他们会一直跟你非常lawyer 那么关键就是 你怎么样跨过这个门槛 那就是要脾后 所谓的脾后就是 你不能说你联系到用户以后 用户不理你 或者用户拒绝 你就give up 那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就是我那时候没有什么事情 就整天给人打电话 整天给人发电子邮件 都已经成了一个spam mayor的一个producer 那么有的时候呢 人家偶尔的会回你一下子 那么回你一下子 你就抓住这个机会 去跟他来建立这个关系 有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理你 没有关系 你继续发 继续跟他死脚蛮残 我的做法就是死脚蛮残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大的用户 叫pgm pgm就是我发了几百个email以后 把它弄过来 所以这个本身这个过程中呢 听起来有点reductor 你发了几百个email 去搞一个用户 可是因为有了pgm 才让我们找到了更多的用户 因为pgm是个大的rto 所以从我个人感觉来看 我们老中一个缺乏的 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比较 不是那么皮后 不是那么 所以说呢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他们给了我一个外号 叫后皮猪 因为我姓猪嘛 他们叫后皮猪 那么从我感觉来讲呢 其实我觉得我成功 至少我能走到这 我很大有benefit 好我就谈简单谈这里 那李总路总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路总 路总说 我就 讲一讲我觉得比较 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的一点吧 就是需要仔细分析一下 自己的优势劣势 然后还有市场的状态 那么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在 在美国市场 就是跟 就刚从实验室出来以后 跟美国的一家电力公司的项目 做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 其实当时就面临一个问题 因为我当时做的是 transmission 就是输电系统的 关于分布式资源的价值的分析 那我们其实从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知道 这个 分布式资源在电力系统里面 将来会带来很大的一场变革 因为它会把 电网里面从 价值主要体现在能量方面 会变成 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个 比如说功率控制的灵活性 这个方面 因为 风电太阳能在电网中 比例越来越大以后 能量生产的编辑成本 几乎是零 但是 控制电网的平衡 变成一个 更重要 更有价值的一个产品 那么我们当时 做了这个 transmission系统的分析之后呢 我们得出这样一个 非常清晰的结论 那么我们 我们是继续做 transmission的这种 consulting或者是仿真的项目 还是 去 开发跟这些分布式资源的管理 控制 优化 相关的这些技术 这是当时我们 要做的一个决定 那么我们 同时也分析了国内 就是中国国内 还有美国国内的市场 我们考虑到 比如说以后的 这些分布式资源呢 可能会从储能 或者是电动汽车 这些方向上 率先发展起来 那么储能和电动汽车 在中国和美国 这两个市场 哪个市场会有 最开始有更大的量 尤其是分布式的 那么 我们当时的推断呢 是电动汽车在中国 尽管当时还 不是很成功啊 就是当时只有比亚迪 做得还好 但是 中国的电动汽车 一定会成为一个 就是交通的 一个博二选择 就是以后会取代 油车 那么中国呢 又有就是非常 集中的这种居住环境 大家主要在城市里边 人口非常集中 所以需要进 这个集中式的充电站 那么我们就 赶到呢 这个电动汽车 这个行业 相关的这种 储能加电动汽车 会最先成为 规模化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们就 决定开始 当时就把重心 移到国内的市场 跟国内的电话公司 开始做一些合作 去开发这个方向 所以 我是觉得 就是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 根据 当时市场的 趋势的分析 来选择 我们的着力点 因为小团队的精力 都是有限的 选择我们的着力点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好的 那李立宗有什么 想要分享的吗 关于这个创业人的素质 我特别同意 朱总的观点 要皮靠 因为创业 就是business 就是挣钱 把别人的钱 从人家口袋里 拿到里面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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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天下的难事 人家为什么要给你 你必须皮靠 皮靠 必然是一个地方 可能 有一个人跟我说过 就是六步 要走六步 你才能最后把 才把那钱 才能拿出来 我最近这一年 都在美国参加了 几个 accelerator 包括 所谓世界最大的 就clean tech open 说到市场 实际上 以前没有意思 说到市场 最终是人 你和人打交道的时候 真的是很难的 所以说 一定得学会 皮靠 低了个东西来 你要想创业 尤其是你想做头 你不要指望别人理解 很孤独的 就是 你们可以看看 Steve Jobs Elan Musk 实际上都很孤独的 就是最困难的决定的时候 没有人替你承担的 最难的时候 也是你自己知道的 所以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一定要强大 你想象中 你这个 你过去的经历中 你想象哪一种经历 哪的时候你那个 最困难 最难受的 你是怎么过来的 那么我告诉你 你想创业的时候 后来有比那个更难受的 就是心理承受能力一定要大 大都哪了 就是我刚才是说的 你自己想象这个东西要失败了 我能承受的 我会当天塌下来的 我怎么办 只要这个东西你能承受了 后面的事情都好办 只要你能活着 做business做创业的第一件事情是活着 然后是活得更好 最后才是壮大 好的 谢谢 谢谢三位嘉宾的分享 那么确实 这个 作为这个创业人 除了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 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要坚定的信念 要有创新精神 过硬的技术之外 还有像李总提到 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要对于这些可能的机遇 机遇要有一个很好的把握 要挑战 要有一个很好的承受能力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一定要 这个都提到一点 就是脸皮要厚 因为精诚所致 精识为开 在这个挖掘潜在客户的 这个路程上 一定要不要怕没面子 一定要主动出击 这样才能够跨过门槛 才能够达到自己的客户 然后像陆总提到的 作为一个创业人 也要对市场有一个清晰的把握 收集多方面的信息 分析自己公司的一个优劣势 根据这个市场发展的动态 及时的调整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 因为毕竟做出来的产品有市场 才能将公司发展壮大 这些都是作为创业人 非常重要的一些素质 大家可以对照自身评估一下 如果有的话 更好没有的话 可能就需要有一定的加强 才能保证你的一个创业的成功 下面一个分享的是 我下面一刻想跟大家探讨 跟三位嘉宾探讨一个话题是 在创业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是什么 是如何解决的 我说吧 钱 钱 怎么解决的 脸皮 然后 找啊 求啊 对吧 就是又提到了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3F Family, Friends, Fully 最难的时候 别指望银行 银行就是朱总说了 是经常添花的 从 我也创业十年了 还没有看到学理松坛 中国的创业跟美国创业更不一样 更不一样 所以我们谈的就是 不管给中国 不管给美国 最难的是钱 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 那朱总和陆总有没有想要补充的这个挑战 对 最大的挑战对我个人来讲是自我了 就是说 一点都不错 就是说你创业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出来 而且这些问题你都过去想都没想到 比如说我有一天Christmas在家搞party 突然有人敲门给我送了一个船票过来 跟别人在秀你了 所以你这些事情你都想象不到他为什么会秀 就是说乱七八糟的事情多得不得了 这时你要有非常 你要一个非常strong的mind 你非要一个 你非常要坚强 就是这种时候你会有很多问题出来 创业这条路 讲的简单一点 像我们都是死人堆里都爬出来的 讲的难听一点 那么从统计上来讲 世界上只有5%的人真正走出来 那么这条路还是比较艰险的 但是呢我觉得也很有价值 因为你不试一试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这块料子 所以说 所以说如果说挑战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自我 你战胜了自我 没有什么东西战胜不了 钱的确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但是你一旦战胜了自我 我觉得百度老总李洪源 其实我对这个人很反感 但是他说的一句话 我倒是特别战胜 他说你管好自己 你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钱这个东西呢 他自己会找上门来的 这个话听起来的有点玄乎 但是仔细分退样子的 其实还是有道理 就是说你赚着把自己事情做好 你想办法去向市场上 退销你的技术 退销你的产品 钱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能解决的 对我来讲 现在最大的挑战倒不是钱 因为也可能是因为我做了这个 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 能够认识自己 比如说 我觉得我个人最大的遗憾 就是说在 就是说我应该能 应该在很早以前 就应该放手 去找这么一个partum的 那么也可能 必须你是真正会做大 所以说呢 那时候呢 你就需要一个非常strong 要认识自己 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自己 才能走了这个 所以说战胜自我 才是自己最大的挑战 好的 那陆总 您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现在一直想起来很难讲 什么是最大的挑战 但是我 我确实同意 朱总和李总说法 确实是要 要非常的坚强 或者用朱总的说法 就是要皮厚 那么其实我理解的 皮厚也好 坚强也好 或者说英文的 perseverance也好 其实都是 都是需要 讲的就是我们要 面对各种各样 不同的困难的时候 因为刚才朱总 李总都提到了 你会 你会遇到 比自己读书也好 还是在公司工作也好 都会难得 十倍以上 甚至百倍的情况 因为会有很多种 你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需要去学习 去处理 不管这个问题 是来自business 还是来自团队内部 很多时候 还会来自家庭的挑战 这个我不知道 李总和朱总 有没有体会 那么这些挑战 来自各个方向 那么同时 还要去 面对客户 去寻找钱 找钱 找市场 那么同时呢 我们出装团队 同时 甚至自己 也要去开发技术 就是各种各样的 问题呢 都会涌向自己 从天上掉下来 都没有地方去躲 所以 有个后皮 非常重要 首先要保证 自己被砸不坏 那么 受点小伤 那赶快能够 自己愈合一下 继续去战斗 所以 就是 确实 需要非常 坚强 才能够 把这个事情 做出来 朱总 是已经从 他讲的非常形象 是从死人队里 爬出来 那么 我们正在 爬着这个过程中 那么 确实是需要 竭尽全力 然后 让自己能有一口 可以呼吸到的 那个新鲜的空气 能不能再补充一下 好 就是刚刚 朱总 刘总 他我想补充了一点 就是说 皮后也好 坚强也好 找钱也好 核心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你得相信自己 就是说 因为你一开始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知道你的底线 这是 这是你的本钱 你得相信 你这个自己 你的技术 你的信仰 你相信你是正确的 你要不相信 这一点 你听不过去的 就要真实 对自己的真实 别想着去忽悠 忽悠不过去的 第一个点来 你得相信 世界上是有好人的 好人是有好报的 天道是丑勤的 所以说 那个朱总说 战胜自我也好 那些钱不是问题的话 我同意的 因为你只要有 那个信仰了 你脸皮厚了 你总能找到好人的 因为这么多年了 虽然我认为 是最大的挑战 到了山头的时候 没到那个山 那个船到的时候 过不去了 过不去了 不知道 这老天就 就住了一把 他总过去 否则就做不到这里 好的 谢谢三位嘉宾 我感觉通过 三位嘉宾的分享 这个挑战 让人就是从 最粗浅的一个 对于创业的一个目的 只是为了赚钱 变成了感觉创业 它其实是一个 一个修行的路 是对自己一个 对自我认识 对自我认知的一个挑战 对自身潜能的一个 不断的发掘 是一个挑战 自我的一个过程 感觉可能有些 觉得不喜欢 有铜臭味 不喜欢这个 为了金钱去创业的人 可能也会考虑一下 为了这个目标 为了去发掘自身 为了去提升挑战 自身去创业 其实也是一条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目标 下面就是 我们已经超了20分钟 但我们还有最后一个 想跟三位嘉宾 你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与创业之前的 自己相比 主要的收获是什么 自己能力的体现 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那行 那我开始吧 那这个社会太多了 说实话 我人生走了三个阶段 前30岁以前 基本上是在学校里 那么40岁以前 基本上是在公司里的 这段时间非常失败 那我是40出头以后 才开始出业的 说是14年走下 风风雨雨 我个人感觉最大的 就是发现了自己 真正的挖掘了自己的价值 因为我 所以出来 我说实话 很大部分我出来创业 都不完全是为了钱 很大部分原因 是为了证明自己 我在创业以前 在白美 在中国国内 以及白美 最低流的电力系统 应用软件全部走遍了 南瑞 西门子 ABB 通用电器 全部走遍了 但是都很失败 就是到哪里以后 我都觉得 好像自己的手脚 给人捆住了 根本施展不开 那 别人是官越做越大 我是官越做越小 那做到最后 我自己都 都对自己都失去信心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 要证明一下自己 到底自己是不是 快料子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 给我五年时间 我出去做一做 做不成功 我安安心心的 回公司 退休 等待退休 那么 这一走走下来以后呢 我觉得自己 不像想象的那么窝了 很大一部分 就是说你 当你自己出来创业以后 你的这个手脚 完全可以放开 你自己是泥子湿马 你自己出来走一走 然后这时候呢 你个人的能力 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可以说 十几年来 我把自己的能力 发挥至极 当然要把自己的缺点 暴露无异 充分认识了自己 充分挖掘了自己 所以说 我对这个段创业经历 可以说是精神无悔 非常非常有价值 因为你真正的感觉了 倒不是说从钱 不完全是从钱的意义上来讲 但钱上面 做的也很成功 那么 最重要的是 自己 感觉的很充实 差不多十四年嘛 十四年下来 我每天都很忙 每天都 都忙忙碌了 但是 感觉了自己 是特别充实 特别有价值 然后你出去吧 我到用户来 大家也非常尊敬 有一次我在欧洲开会 做培训 当时大家都想 跟你留影 喝个照 那么 当时队伍大概排了 有三四十人 就是为了跟你喝个照 所以我就特别感激 就感觉到自己 真正 被 被同行 所尊重 这点价值 无论如何 我是在创业以前 得不到的 所以说 我是觉得 你在 当然创业这条路呢 也不是适合于每个人 这时候呢 你要衡量一下自己 你要感觉自己 是不是 对你自己的工作 是不是很满意 比如说 有的 有的 有的同事 他非常适应 学校书 他需要的做 professor 做research 有的人呢 他非常 在公司里 也做得不错了 那么这时候 你要衡量一下子 我呢 正好说一类 这种在公司里 混得特别不好的人 那么自己有一点 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出来试一把 所以说特别取消 感觉自己特别 回归特别大 所以说 我觉得每个人情况 也不完全一样 你要衡量一下自己 就是说 你 你是不是 想出来 你 那说实话 说出来创业 在我学校毕业 我就一直是有这个想法 这很大一部分 也是因为 我在公司里头 一直都 感觉到 就是不顺的道理 就感觉到自己 有能力 没办法发挥的道理 那么这种人 就像我这样的 就特别是 我所后悔的 就是我到 等到40岁以后 才出来做 世界上30岁以前 就应该出来 30岁就应该 从学校出来以后 在公司的混乱 两年以后 就应该出来 所以我总结一下 就是我感觉到 创业的过程 是一个自我发掘的过程 对我个人来讲 非常有人生意义 真正做到了 今生无悔 好 谢谢 好点 谢谢朱总 那么陆总 李总 有没有想要分享的 陆总 李总你先说吧 我只有两个字理解 真正理解了 人生的很多事情的无奈 理解了 那些有些人看着 不管你是失败的 不管你是成功的 不管你是有钱的 不管你是要饭的 理解 所以我对这个 我一开始就说 那个郭博士也讲 是个修行 修行的结果到最后 就是主动是用 那个自我的突破 自我的认识 我就是说是个修行 理解 理解了所有的人 理解了所有的事 理解了所有的无奈 但是呢 还不悔 我就这么做 李总说到理解 其实我很理解 书总说的 为什么自己在 大公司里面 混合去书总 很实在 但是自己在 做公司的时候 却觉得能够 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 然后把事情 做得很大 做得很好 其实我 对人的才能的培养 还有对或者说 对 人才的发掘 是两套不同的机制 在大公司呢 主持人 其实你在记忆 你可能有点体会 主要的一个 一个技能呢 是要Risk Adverting 尤其在电力公司里面 要是要避免风险 那么 但是如果要做创业的话呢 其实你本身 就是一个Risk Paker 就在干着风险最大的事情 所以这两种 这两个方向呢 实际上是 对不同人的特质的 不同的特质的一个选择 一个筛选 那么 这是我想 为什么有些人适合大公司 有些人适合去创业 然后对于我自己呢 其实 我自己的一个 一个理念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同意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对我最有价值的事情呢 是我可以体会更多的事情 增长更多的经验 在创业的过程中呢 其实有机会 你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群 还有因为我们 因为市场的原因 所以要 在留学20年以后 又回去跟国内的 电力 跟国内的 不同的群体去打交道 会体会到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阶层 他们的认识上 还有做事的方式上 由于文化也好 或者说 教育的背景也好 这些的差别 然后这些 这些经历吧 也更帮助我理解 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呢 同时也通过 比如说 读一些历史方面的材料啊 让我真正 感受到这个社会 为什么会去这样发展 这个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是觉得 一直在 让我能够更好的理解 我们 这个人类社会 包括不同的文化 为什么会实现 在这个样子 这个对我来说 是挺大的一个收获 好的 谢谢三位嘉宾 那么三位嘉宾提到 创业是可以发掘 自身的一个潜能 可以丰富自己的阅历 那么对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对于这个社会的 方方面面 也是有更多的理解和思考 当然是 创业这条路 是非常艰辛的 也不一定是适合每个人 大家可以来对照一下 衡量一下 自己是不是具备一些创业人 必备一些素质 能不能够承受一些挑战和压力 能不能很好的 handle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准备的 想跟各位嘉宾分享一些话题 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 就是Q&A观众有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李总 已经帮我们回答了很多的问题 我看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说 是Yuan Allen的 他说他非常看好 Simulation Analysis of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Integrated with Large Scale DR 最近他一直在用OpenDSS 不知道三位如何看待配电网仿真工具和应用这个技术领域 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创业的方向 这个可能陆总更熟悉 我讲一点点 因为我们也在用OpenDSS 对对 因为我们也在用OpenDSS 我们是用OpenDSS这个工具呢 嵌入到我们的边缘控制器里 这样我们可以对配网进行仿真 然后得到这个系统的潮流 就是各个复合接连的电压 这些配网的状态 然后相应的去调整里边的 光伏啊储能啊 还有复合切换开关啊 电压控制器啊这些设备 那么这个是 应该说跟刚才这位 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个应用 那么我 我想呢 就是如果要在这个方向上去做创业的话 那么可能需要想一下 自己在这个方向的技术上的contribution 是在什么地方 那么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 我们实际上是对于OpenDSS的一个应用 它应用在我们的陷入式控制器里面 然后和我们的预测啊优化这些软件 集成在一起 然后实现一个智能配网的管理 好的 谢谢陆总 暂时就看到有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也已经超时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大家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会再跟嘉宾进行一个follow up 那么非常感谢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让我们对创业有了更多的认识 可谓是收益匪浅 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志愿者李一言同学 做我的technical support 让我们期待下期关于电力新玩家的分享会 也就是在下周六的时间 好的 谢谢大家 那我们这次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李总 陆总和朱总 谢谢你 谢谢伯伯 好 再见 好 再见